掌聲鼓勵 在金融港灣無敵美景陪乘下 36對新人依序走著紅毯步入會場 接受大家的祝福 今年金融市聯合婚禮首度 在金融港東岸旅客中心3樓的 立都疊克花園舉辦 在美景觸擁下完成終身大事 讓新人們直呼好感動 感覺不錯啊 那個風景蠻好的 而且今天天氣也很好 就蠻幸運的 我覺得很熱鬧 然後又有這麼多親友的見證下 就覺得特別有意義 是 他們很漂亮 很浪漫 其中有三對新人 是因為參加金融市政府 名證處舉辦的未婚聯誼活動 進而認識交往 最後修成正果 讓金融市政府這個紅樑當的 很有成就感 應該是在遊戲進行中的時候 然後有一些活動上面的 就是有講到話 對 彼此有打到彼此喜歡的點 所以就 然後但是其實就是 結束之後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 彼此 對 還有後面一些小小交流的部分 在主婚人金融市長 李又昌帶領宣讀事詞下 新人們交換戒指 並親吻對方 幸福分為瞬間感染現場所有人 謝謝 謝謝 李又昌表示 這是基隆辦喜事 婚姻是雙方對彼此甜蜜的責任 祝福在場家偶百年好和 甜甜蜜蜜攜手共度一生 那人家說十年修得同傳度 百年才能修得共整年 今天兩個人可以走在一起 今天要結回聯理 我想這不只是各位百年的一個緣分 跟福分 我想更重要的是兩個人的誠心跟誠意 代表議長添加莊的金融市議會副議長林沛祥也向新人祝賀 今天有三對新人跟我自己就很有關係 一個是我海大畢業的學生有一對 另外兩對是一個是大哥的兒子 另外一個大哥的女兒 所以今天不管怎麼樣 於公於私在心在裡 沛祥都必須來這邊祝福所有我們的新人 擔任正婚人的清安公主委童永哲強調 在媽祖保佑下 所有新人都能幸福安康甜蜜成家 我做政文人非常高興 所以今天這三對新人新人 今天有持續有傳奇的 各邊各地吃飯 做一個藝人的各種改樂 代表民進黨參選金融市長的立法人蔡世英 也提出青年買屋兩年利息幫您繳 及婚後孕前健檢補助兩項政見 希望幫助年輕人成家生育 讓更多的新人 在購物的時候 基金的壓力更減少 利息的貸款壓力更減少 這個是適應要未來推動 跟我們基隆市政府這邊來努力的 那第二個 中央開始也在推動的 各縣市也在推動的 婚後孕前健康檢查 婚後孕前健康檢查 目前在六都已經推動了 我們期待在明年基隆也能夠推動 婚後孕前的健康檢查 除了金融市政府贈送的 廚師基金鏟子 及市議會提供的嫁妝外 許多在地企業也加碼 提供蜜月行程 及精美賀禮抽獎 讓所有新人獲得滿滿的祝福 開心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記者張契騰 金融報導